台北市法务局肖保官日前至辖内卖场 就卫生纸、米、泡面、罐头、冷冻食品、口罩、酒精等物资供需及贩售情形进行访查 关注各项物资是否有哄抬物价的情形 民众因为预期的心理 有到各卖场抢购相关的民生物资以及防疫物资 台北市政府肖保官就到各大卖场 访查各种相关物资的供货以及购买情形 那访查的结果呢 发现大致上是泡面类的商品缺货的状况比较严重 再来就是罐头以及卫生纸也有比较缺货的状况 那但是近日的再去访查的结果 这些缺货的状况已经有比较缓解了 那卖场也有表示他们会持续的提升这个补货的频率 那也会是情况呢 去公告限购的政策 那在这边呢 也呼吁民众呢 尽量避免外出大量的采买相关的物资 那尽量的待在家 以免这个群聚造成疫情的扩散 那我们已经有跟台北地检署 以及士林地检署建立了 查气民生犯罪联系平台 如果有相关的 轰台物价或是囤积货物的试证 我们会在这个联系平台来做这个相关的处理 消保官重申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对于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公告之防疫器具 设备药品 医疗器材或其他防疫物资 烘台价格或无正当流囤积 除五年以下有期凸刑 得病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 消费者如果发现业者物资囤积 烘台价格的清新 也可减负照片 价格证明等 向检警调单位或卫生局单位检举 防止消费争议的发生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